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台北市长柯文哲希望鼓励大家多使用大众运输工具,月中开始身体力行搭公车上班,他今天24日早上7点出门后在脸书开直播,呼吁大家一起搭公车上班,没多久就吸引上万网友按赞。 直播一开始,柯文哲走路到公车停等车,先绑好携带,接着滑手机看公车动态,对到镜头还一脸尴尬,随行人员问他搭公车的好处,柯文哲要大家看爱台北APP公车动态,还说自己就是没看才或错过一般车,他也直言好处就是比较便宜啊,也会改善台北市交通。 后来有一名男学生也来等公车,但跟柯文哲中间隔了好几个位置,这时有网友发现同学好像很不自在,等了好几分钟,终于上了588公车,过程中很安静,一名男学生上车后本来坐到柯文哲旁边,影片约16分钟处,突然转头看到柯文哲和柯P对上眼后一时不知所措,马上换位置。 这时柯P忍不住哈哈大笑跟他说不要害怕,随行人员也直说可以坐,相当有趣。 柯文哲随后下车走路去台北市政府上班,直播吸引许多网友观看,纷纷留言市长早安,同学下到换位置,他只是个孩子啊。 市长7点30分开会时间,柯P拖北要改善体态,这班车的总站是否为总统府。